9月22日,五家馬經摘會友 家應精神,沙田贏馬,過來菊草,希望可以再下一城 人和家興,不怕武士精神,已經失去了對手,今次可以順利放出 合衷共濟,今次遇到快捕捉,過來菊草,一樣可以贏馬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家馬經,又是我主持世榮,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會介紹三匹馬一匹,希望不要賠償熱冷,比較容易在三甲出現 可以讓大家做一些重心的投注,無論你想拿三匹做三穿七 又或者WINPAY也好,又或者本身想用它來做膽,也可以 如果你在這個範圍裡沒有你選擇這匹馬,你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為什麼我會提供給大家 未講之前,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亦歡迎在右手邊 粒四星龍珠,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中秋節之前,究竟有什麼馬可以和大家慶祝團圓 先說第四場的第一部分,看到家應精神 其實在沙田一出就贏,我經常和大家說,操這麼多貨閘,應該不是很好的馬 的確是,但也有王者精心那類,操好才出,坐大眼罩一出就即贏 月球和地通拿又不是很高質素的,所以平榜圓加他五分 踢個短頭是絕對合理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這匹馬現在才四歲 在一些仍是成長的階段之中,其實是值得給大家去跟進的 而練馬斯其實都有想過 如果他要出四班一千米直路,其實剛剛那些星期日 他已經可以出到,因為這場有四班一千 但是你看看,無論是潘頓騎的新馬馬力階希斯 我認為這隻機會沒有理由高過家應精神 所以有理由相信一出即贏的家應精神 依然是一個四班,依然都是潘頓騎 試了兩個閘,根本已經準備好了 體神操狀態也真的不錯 竟然都要讓路給馬力階 即是說,其實就不是讓路給馬力階 而是根本,跑谷草 可能對他們來說對手弱更加容易贏 難得抽到狗檔 令到潘頓換回賠率 所以沒有像馬力階一樣,一開球就頂頭大熱 我相信這匹絕對是可以試試做膽的 當然從場對手也不是沒有 不過真的偏弱 好了,在未講下一節之前 給大家十五秒時間 可以拿點心心記錄 無論你覺得他是鬼上身沙田羊怒 給馬力階也好 又或者,沒理由打了王牌 這些馬 有機會一出,就在沙田過來谷草 繼續贏也好 做了紅色膽 給大家15秒時間記錄 廣告回來之後,再跟大家講下一節 第六場,3T尾關 都是1,000,不過三班 人和家鷹這匹馬,跑1,000很傻家 1200他有時會放不到回來 因為氣量問題,力比較短 跑1200,試過了 到最後,看賽後報告也看到 150米他會轉弱 但是跑1,000,你會說 也贏不到,世榮 為什麼呢?三班不夠跑 就不是蝕欣騎得差 而是你看看檔位 當時是11檔 他硬要放前走 因為這隻馬放頭 變成走三碟,沒有遮擋 如果你看賽事片段 你會見到人和家鷹 沿途在外面追著一隻放頭馬 但是,扯得很散 武士精神,最後破香港紀錄時間 贏馬 人和家鷹又不是追不到 而是收窄不到距離 你可以看到,這隻破了紀錄 但是,人和家鷹跟著這麼快 其實自己也沒有散 可以抵抗到沿途前領後面的馬 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所以,可能那場用力比較多 加上12檔,實在不適合他跑 所以這些馬,他落後得比較遠 再出 隔了兩個星期 那個虛耗的力度比較多了 所以這些馬 我也明白為何 蝕欣之後,除了做不到榜之外 也是因為那隻馬的能力 本身也不是那麼高 但不要管了 隔了,休息了那麼久 你當他沒有進步 只是休息而已 前面你沒有武士精神 這些那麼強的快放馬 再加上這場 其實領放馬 得時時亨通 夠快 這隻馬上次一出 出閘真的很快 一彈就彈了出來 橙色3D這筆 在四檔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一出 第一隻彈出來就是他 他的前速 應該跟人和家鷹相差 但是這個八檔 但是在檔位上不是 這隻八檔 人和家鷹是在裡面的 所以一千米的話 他早段長短路可以頂住 時時亨通 一起領放也可以 甚至看到時時亨通走得快 人和家鷹擺在後面 拿借檔也還可以的 所以這隻馬 我相信是可以找入三甲的 又是難得 同場有些對手 令到潘頓這隻馬 又有些賠率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給大家15秒時間 又把這匹膽選擇 廣告回來之後 再跟大家說 最後一場的最後一匹 好了 講完這匹之後 又是潘頓的馬 三匹都潘頓的 沒理由三匹潘頓都沒有 正常的 看看如果大家心水正確 其實三寸 三寸一 一臉皮或者三寸四的Win 希望潘頓有兩個Win 都可以 學一下中秋 他自己 我們又吃月餅 喝威士忌 合衝共濟這匹馬 之前提供過幾次 幾次都入了三甲 能力上 他就已經算不錯 也有些復甦 當然三班 你說跑一千 都是好的 但是 論追勢 真的不夠多多保棄 那次彈掉他 但是事後證明 不是合衝共濟差 不是合衝共濟差 合衝共濟差 自從那場贏完之後 再出過八都贏過比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他的能力 根本就在時事亨通之上 時事亨通剛才說過 為什麼剛才要拿出來說 就是在說這場 所以他再出這三班 千二都會有機會贏馬 因為一千直路賽 這場深知行和會長之星 你會見到都是前領馬 亦步速比較快 但是他前領是最前那隻 而斷 他不是算斷得很快 身後加州海哥 危多福 都是一些實力馬 所以你可以見到合衝共濟 潘頓不是武騎的 他那場很努力騎 當位無疑 就略為差一點 直路賽 好像跑一千二米菊草 但是全部都是內蕩馬贏的 所以這場 走著走著 被會長之星走掉了 過來菊草 難得有個好當位 兼甲 他幸好不是大熱門 有個彎轉讓他休息一休息 有機會走個更前的名次回來 同場有兩隻熱門 我覺得都是危險的 一隻就是十二馬 上次有提供給大家 Win了 這隻是穩贏的 結果贏了兩個馬位 懲罰就是甚麼 加多11磅 熟口熟臉 加11磅是甚麼 就是上次跟大家說 神之水滴 我說加11磅 摘死他 這些都是一樣 賺了一檔 賺了萬步速 贏得遠 下次也很危險 這次就是下次 所以加了11磅之後 我就不要他了 不代表他沒有三甲 再有萬步速 加他進步 依然可以 不過兩個星期 我不相信 而且他都熱了 所以就不是很值得 他這樣投注 至於場場精彩 上次厲害 萬步速 他可以追進來 十二馬 和盡力之成一場 你看看身邊周圍的馬 全部都是跟前的 這個十檔 令他留得比較厚 這次有個一檔 他大延滿 都有機會入到三甲 到時看看高東來的攻勢 如果田泰安首封 頭兩場順 高東來又有賣贏 不妨也加入他 那拔就拔走甚麼 可能沒有 霍宏星的攻勢 就拔走他 或者人和家成外當 你私家三年不喜歡 拔走他都可以 合衝共仔 希望這場 作為一隻半爛腳 可以令到 譬如常常精彩 又追不及 十二馬重磅 又不在 有些冷Q 都好 本身他自己 都不錯賠率 又潘頓騎 都可以試一下 好了這次介紹了幾匹給大家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如果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手邊 小聲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明天中秋節快樂 另外如果想看Live 你亦要訂閱這個頻道 就可以和大家一起 用堅仔賽馬APP的大手聲碟 一起看著即場落飛 和大家說一下臨場狀態分析 再和大家說一下 有甚麼贏面即場投注 就賣給大家看 到時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 可視頻 兒 谢谢大家